我外号了 我告诉你 咋子 大家都是风尘中人 本应守望相助 两位英雄 上车吧 哥们 穿的够个性啊 不过出来玩啊 别穿那么个性 会被认出来的 哦 哎 你们俩进到哪一步了呀 我他妈刚脱了裤子 什么事都没来得及干呢 就听见外边有人喊 警察来了 我俩裤子还没脱呢 那也比我幸运呀 还省得穿衣服呢 我他妈就和那种 事事办完了 衣服也穿好了的 靠 两名犯罪嫌疑人 李某和邵某 都是某车行员工 李某 二十七岁 身高一米八三 体型偏瘦 短发 戴眼镜 左耳戴耳钉 少某 二十九岁 身高一米八二 皮肤较黑 卷发 落在虎 希望有线索的群众 不打110 或专案组专线 6037 放个台吧 666 借我哥 我下去撂个泡 你们等我一会 啊 啊 他不会是在报警吗 我拉了两个大顺风车的 男的 二十八九岁 你怎么不欺负我呀 我告诉你在哪 这是哪儿这是啊 还好我下手快 他都已经报警了刚才 你是不是下手下太快了 嗯 他给他媳妇打的 你 是不是打得有点重啊 我现在好大一声 不可能 我 我用的是刀饼 应该没事 走 什么情况 没 没气呢 不可能 哇 完了吗 谁下车成杀人犯了 我又要死了 这一位 老板 我们了解 我们的刀鑶e 我们得到 战断 �에 进入 进入 然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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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